欢迎收看可乐姐姐讲故事 从前啊,有三头恐龙 恐龙的爸爸,恐龙妈妈 以及一头碰巧来自挪威的小恐龙 这是一个甜蜜之家,恐龙之家 有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三只恐龙整理好自己的床铺 摆放好椅子 住了三碗温度不同的美味巧克力布丁 天哪 恐龙爸爸声音红亮,大声说道 时间终于到了 该去,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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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别的地方了 是啊,恐龙妈妈接口说 我们去,呃,呃,呃,别的地方时 真希望没有顽皮的小朋友碰巧来咱们家 我们可没锁门哟 然后,小恐龙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 听起来似乎有点邪恶 不过,它很可能是在说挪威语 那种声调,只是在表示礼貌 三头恐龙去了别的地方 它们绝对没有躲在树林里 专门等着毫无戒心的小朋友路过 哦,果然 五分钟后 一个无人看护的金发姑娘 独自走了过来 啊,就在这时 森林里响起了一头恐龙的吼声 猎物上当了 猎物上当了 但我敢肯定 那只是风的声音 紧接着,又响起了一个声音 听起来好像在说 耐心点,恐龙爸爸 它离险境太远着呢 不过,那可能只是岩石坠落 或是一只松鼠发出的声音 距离漂亮房子两公里 哦,再靠近一些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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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不过,这无所谓 金发姑娘可不是那种 胆小怕事的小女生 所以,一遇到这栋陌生的大房子 她立刻闯了进去 打个比方吧 她从来不听警告 就喜欢冒险 静止就闯入陌生的大房子 一进屋子 金发姑娘 马上闻到了 那三碗美味巧克力布丁的气味 哦 金发姑娘说 这巧克力布丁真香啊 哦,如果我能爬到柜子顶上就好了 随后 她注意到一架长长的梯子 绝对 这是碰巧放在那儿 绝对不是谁 故意留下来的 金发姑娘 爬上梯子 发现了 三大碗巧克力布丁 哦,对 就摆在她面前 第一碗巧克力布丁特别烫 可她还是吃光了 嘿 因为那是巧克力布丁 对吧 第二碗巧克力布丁太凉了 可面对一大碗美味 谁还在乎温度呢 第三碗巧克力布丁 温度刚刚好 这时金发姑娘早已急不可待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很快 她吃饱了 和那些肚子里 填满美味巧克力糖果的小女孩一样 顺便说一句 全世界饥饿的恐龙 都不会喜欢这种事 金发姑娘有点累了 头会碾花 她注意到 客厅里有三把椅子 于是她爬下梯子走出厨房 第一把椅子太高了 第二把椅子还是太高 可是第三把椅子 特别特别高 金发姑娘不想爬到那么高的椅子上去坐 于是走进卧室 进入卧室 她注意到三张床 那简直是庞然大悟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呀 金发姑娘累坏了 鼓咬着说 住在这里的熊 肯定是疯了 正在这时 屋子外面 传了一阵 轰隆隆的响声 不是路过的卡车 就是 幸灾乐祸的恐龙 再过几分钟 她就睡着了 满肚子美味巧克力糖果的小女孩 睡着的时候 啊 可真是美味佳嬌啊 即便是 从来不听劝告的小姑娘 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金发姑娘花了一分钟 停下来思考 她可从来没思考过 这么长的时间哦 唉 她自言自语 这 这不是恐龙的屋子 而是 恐龙的巢穴 不管你怎么说金发姑娘 她可不是傻瓜 她抓紧时间 连忙冲向后门 飞快地跑了出去 就在这时 一架响亮的飞机飞了过去 听上去 就像三头恐龙在大吼 赶紧的 冲啊 或者是挪威语 该吃糖果了 突然 绝对是巧合 三头恐龙 从前门 从前门 冲了进来 可她们 来晚了 金发姑娘 早就逃跑了 屋子里 只剩下三头 失望的恐龙 哦 这个故事 讲完了 很有趣的故事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 总结一下 金发姑娘的教训 一旦发现周围有危险 必须马上离开 哦 那 那恐龙的教训呢 一定要 锁好后门 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金发姑娘和 三头恐龙的故事啊 可乐姐姐 就和你讲到这儿啦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FMT8 可乐姐姐 记得点击订阅哦